各位头条和西瓜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明 我相信卢州老教状告一名小女生这个案情应该是全网的小伙伴都知道了吧 卢州老教作为这么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 由于小女孩发表了一个短视频 最后把这个小女孩告上了法庭 并且让这个小女孩赔了七万块 这有几个细节我给大家先提前说一下 第一是关于那个告不告这个小女孩的问题 其实我看了相关的资料 卢州老教公司是在状告这个小女孩之前 其实是多次的就是催促联系这个小女生 就是说要删除这个卢州老教公司的这个反视频 而这个小女孩呢 最开始他以为这个卢州老教联系 他的那个人员呢是骗子 后面呢他自己也觉得那个对方小题大做 他相关于是一种懒得理的这种心态 他压根就没想到卢州老教公司会告他 第二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卢州老教公司 我们从这么一件很小的这种事情可以看出来 卢州老教公司呢 其实很明显和最新的这个互联网呢 他稍微有点脱节 他关于这个做生意的模式 他还是那种稍微老实一点的那种 就是那种模式 对于互联网的这种梗 他其实心里可能还不太明白 还不太适应 我们说这个小女孩拿这个卢州老教公司的这个酒嘛 配了这个音乐 你说这个小女孩有什么恶意啊 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觉得这个小女孩有多大个恶意 然后来故意要贬损这个卢州老教 但是呢 人家就是觉得你贬损了他呀 问题在这里呀 最后啊 法官也觉得你确实这个贬损了卢州老教啊 你说任何人的那个脚 它能是香的吗 肯定大家一想到那个脚 都会联想到臭这个字 而卢州老教呢 本身人家是香的 所以从这一点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卢州老教公司 确实他思想还是比较守旧 相当于就像一家传统的那种啥 集体贡献社的那种感觉 在现代来做生意 别人玩的是一个梗 而卢州老教呢 没看懂 就像这种感觉 对牛弹琴的感觉 然后第三个 卢州老教公司 我们说他来状告这个小女生 这事啊 是赢了还是输了呢 他明明是有法可依的 对吧 有理有据的 人家贬损了他 最后他把这个小女孩告了 最后却让这个全网的网友都来骂他 相当于是赢了官司 输了人心 在卢州老教公司的那个抖音直播间里 卢州老教公司两次被骂停 直接不得不下播 没办法 别人就说 我就觉得你这个酒要是臭的怎么办呢 我本来也不怎么喝酒的 对吧 还有我买你这个酒可不可以用来泡脚 万一泡出来的角色臭的怎么办 你说这样的言论 让哪个罚官能来判 归根到底啊 还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呢 让广大网民觉得卢州老教啊 你这个是在四强凌弱的这种感觉 所以大家才各种的奇谈怪论 你说这样的就是连包枕来了也断不了啊 他说你这个酒你虽然是香了对吧 但我这个鼻子万一要闻起来是臭的怎么办呢 你说这让天底下让观音菩萨来断这个也断不了啊 可能真的卢州老教公司内部啊 就是关于做宣传部啊 营销的这一块 真的还得自己与时俱进一下 股票就很明显的反映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嘛 卢州老教公司最近两天股票大跌 虽然不能完全说就是这个小女孩的事 最近这两天呢 大盘整体也在一个下跌 但是总的来讲啊 可能多多少少是不是与这个还是有关系呢 而且啊 普通的这个消费者 大家对卢州老教公司 如果都造成这样一种很不好的这种印象 那么是不是潜在的这个消费者 又会减少很多呢 虽然说现在玩网络的 都是主要以年轻人为主 卢州老教公司呢 它本来的消费群体啊 其实不在年轻人 因为大家年轻人嘛 不一定有很多钱 而且呢 你不是处于那种什么 位高权重的那种 对吧 各种企事业单位的顶端 卢州老教公司动辄几百上千 几千上万的这种酒 你可能也不一定是卢州老教公司的那种客户 但是我们说顾客这个东西啊 而且年轻人啊 末期少年穷 现在玩网络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今天消费不了 卢州老教公司的这种产品 不等于人家明天消费不了这种国家一五七三呢 第四点啊 你自己作为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啊 你自己当然是有理有据的 其实规根道理真的就是你 主张这个赔偿金太高了 卢州老教公司最早主张的那个赔偿金是二十万 二十万对你一家上市公司来说 可以说是不够三眼的 但是对人家一个小妹子来说啊 别说二十万就是你最后主张的这个七万块 都是一笔天价的这种数字 七万块一个小女生 我们来看市场上这个小妹子吧 很多小妹子工资都只有四五千 三四千四五千五六千七八千 不等于每个人不一样 卢州老教公司你都知道吗 万一人家家庭是不好的 你这个七万人家凑一年凑两年都不知道 所以说广大这种普通网民啊 声援这个小妹子啊 不是说他一定做的有多对 而是最终觉得那个卢州老教公司 你自己有点势强凌弱 你主张这个赔偿金额太高 我有个想法 如果你就状告这个小女生 要让她呢在媒体上赔礼道歉 端端正正的向你赔礼道歉 用国教一五七三万对吧 就赔个十五块三毛七 这个效果会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话锋就突变了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说那个卢州老教 说你那个啥为夫妇人 说你以大欺小 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人 因为在十五块三毛七 大家完全就不会联想到 你是以那样一种资本的心态 去欺压一个小女生 个人造成这样一种情况 有没有补救措施呢 我是觉得啊 有 如果你公司稍微大气点的话 你完全就找到这个小女生嘛 如果她没付钱的话 就让她别付了 我也不要你的钱了对吧 最终是不是这样 让网民起码也可以 以安其心嘛 大家的那种同理心啊 我们说人与人 这个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你有理没理 有时候啊 往往都放在其次去了 而卢州老教这件事情呢 归根到底就是 大家觉得她呢 没有同理心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嘛 不可以要喝水 有理也要让人嘛 我觉得卢州老教公司 我不知道明白这句话 反正我估计通过这件事情以后啊 相信卢州老教公司 以后也就快明白了 所以说啊 得劳人处且劳人 好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这些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一起留言 好的谢谢大家